记者昨天下午从云南宁浪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火稀 这次云南宁浪5.5级地震受伤人数上升至23人 据宁浪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 截至昨天12点云南省累计投入消防救援队伍440人 森林消防队伍120人 省级安全应急救援队伍590人等救援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3号12点 因灾受伤23人均及时入院救治已全部脱离危险 暂无房屋倒塌 全县8117间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据交通电力应急部门统计 截至3号12点各类受损道路38条455公里 永宁镇电力用户故障153户 目前已复电138户未复电15户 13021人紧急避嫌转移 其中11428人已转移安置 目前抢检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 灾区通信 供水 供电 道路交通等基本正常 灾区社会秩序稳定 灾情发生后 省市县及时向灾区紧急调运救援物资 当地干部连夜组织了民兵和部分村民赶到村委会帮忙卸货 现在是凌晨三点过 现在到的这批物资是这个第三批 我们要争取在天亮之前发到每个村民小组 每一个这个群众老百姓手里面 据宁浪中队指导员张建军介绍 目前受灾较严重的瓦都村的情况 主要以房屋瓦片阵落 物品阵倒为主 群众生活暂未受到严重影响 救援队伍已分成四个救援小组 采取喊话 进入屋内排查等方式 逐户确定有无受困群众并及时进行转移 中文字幕 第191中文字幕 第182中文字幕 第211 谢谢大家